说下面这位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富少李宗睿被控 迷奸偷拍34名女子 检方求除法定最高的30年徒刑 还有12名被害人附带的民事赔偿 7500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1200万 台北地方法院将于3号宣判 李宗睿被控从2009年起 在台北市夜店对34名女子下迷要 并带出性侵 在用摄影机或手机拍摄性爱过程 遭检方依涉犯加重强制性交罪起诉 求除30年有期徒刑 李宗睿迷进案的被害人 包括知名艺人模特等 引发轩然大波 其中有12名被害人 分别求偿200万到1200万新台币 案件审理过程中 李宗睿辩称和被害女子是你情我怨 她没有下药或性侵 也不明白影片怎么会外流 检方指示她狡辩并毫无悔意 因此对其求除重刑 台北地方法院将在3号宣判 台湾媒体分析 性侵部分 法官若认定李宗睿构成强制性交罪 他将面临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若使用药物迷奸 刑则更重 则为7年以上有期徒刑 妨害秘密部分 李宗睿面临3年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